上轮西甲联赛,巴萨主场8比2大胜西甲升班马维斯卡,而维斯卡这支球队在诺卡普去拒绝摆大巴,勇于跟巴萨对攻,并在开场以比0领先巴萨。 在比赛开始前,外媒ESPN在一篇文章中,讲述了这家俱乐部的故事,短短4年前,维斯卡还在征战西班牙第三级别联赛,自从上市几球队重组至今,维斯卡在绝大部分时间里,都昏迹于第四级别联赛,其主场球衣颜色继承自巴萨,因为这家俱乐部,就是一群巴萨球迷创办的。 2006年,当维斯卡面临着跌入第四级别联赛的危机时,佩顿接手了这家俱乐部。 自从佩顿接手以来,维斯卡的崛起让人印象深刻,这支球队在将棋附加赛中获胜,从而避免了跌入第四级别联赛。 不久后又升入吸引,虽然之后维斯卡在度跌入吸引,但过去四年该俱乐部两次升级,成为了历史上第63支征战系甲联赛的精英球队。 俱乐部的财务控制现在再健康不过了,他被西班牙族协和税务局作为榜样。 他说,对维斯卡现象进行了研究,马德里商学院今年的工作是研究维斯卡,以及我们作为一个体育机构,如何在财政层面上运作。 过去四年间,维斯卡俱乐部经历了许多变化,我们对球队正在做的事情信心十足。 加利亚尔说,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前两场比赛,让我们收获了巨大自信,相信球队能够一把任何对手。 当佩顿坚守为斯卡时,俱乐部每年需要四十万欧元才能维持运作,但在过去十余年间,他们每年的预算一度仅十万欧元,这样的情况必须改变。 维斯卡本赛季预算大约两千万欧元,收入将超过则这个数字,值得一提的是,梅西乐明星超过了五千万欧元,而维斯卡全队的预算还不如梅西工资的一半多,这场坦白就在所难免了。